茶树菇用名茶生菇 被世人赞誉为菇中真品 其实它不单以独特的风味征服大家的美女 而且都均衡丰富的营养 大家好 我是紫生 这期的影片我们来讲讲茶树菇 茶树菇有些人称它为茶树菇、羊氏菇、柱状田头菇 这是一种属于菌瘦散播、田头菇熟的增菌 茶树菇因为生长在油茶树的菇木上 从而得名茶树菇 茶树菇的分布都很讲 它主要分布在北温大和衙戈大地区 比认我们中国、日本、泰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 都有商业种植 其实早在上世纪50年代 法国就已经开展茶树菇的栽培研究 而是我们中国1972年福建首次发现野生茶树菇 从80年代开始 我们开始顺化和人工规模化种植 现在好像幻南、浙江、四川这些南方省份 都已经是茶树菇的重要产地了 还有你朋友问 自身茶树菇有什么营养成分呢? 茶树菇有一种很重要的成分 就是茶树菇多糖 多糖其实是一种高分子罪行物 它的结构特别复杂多样 它们是由10个以上的单糖通过糖金链 感蜜联子在一起 那我们身体的细胞膜 特别是这些动物的细胞膜 还有高等植物的细胞壁里面 都少不到它们的存在 那说到多糖呢 我们就不得不提到这个茶树菇 茶树菇的多糖 就是从茶树菇里面提出出来的 算是它的主要活性成分之一 那研究发现 茶树菇的多糖 只要是由葡萄糖组成的 另外也有半蕊糖 阿拉伯糖 木糖 这些多糖都有一定程度的保健功能 另外 我们人体内的活性自由基 和我们人体癌症的发生 免疫揭陷性疾病的发生 都是有直接关系的 所以科学研究的一个方向 就是尋找这个活性养自由基 而研究发现 茶树菇指实体的多糖 对强基自由基的清除率 可以达到72.7% 就说明它有非常不错的抗氧化活性 而且这些多糖 不单只可以清除强基自由基 还对超氧因离子自由基 都有显示的清除作用 在一些研究中发现 茶树菇多糖 还对多种的抗氧胞 指引出明显的抗氧值作用 还有研究表明 茶树菇多糖 可以帮助减少炎症因子释放 从而减轻炎症反应 这种抗氧作用 有助缓解一些慢性炎症性的疾病 茶树菇中提取物 还有一个抗氧菌活性 对大肠说近 金黄色葡萄球感 都有比较好的抗氧效果 同时也有研究发现 茶树菇中的多糖类物质 可以通过挑战长度滚群结构 促进有抗氧菌的生长代謝 改善长度微生物环境 从而帮助抗氧脂 除了多糖 茶树菇中蛋白质的含量都非常高 是其最主要的营养成分之一 茶树菇中蛋白质含量 可以高达29.5% 而其中含量最高的胺基酸 就是蛋胺酸 含量可以达到2.49% 由来胺基酸的比例都不低 转了茶树菇包内蛋白质的21.62% 而我们人体必须的胺基酸 大约占到胺基酸总量的27.94% 另外茶树菇的脂肪含量不算高 发酵菌尸体里的脂肪含量 大约是2% 而且其脂肪酸构成很优秀 其中油酸和亚油酸的比例 分别占到30%和50% 除了之外 茶树菇一共检测到5种不饱和脂肪酸 使它在健康饮食中占有一席之地 茶树菇还附含多种油基酸 比如我们的柠檬酸 苹果酸 焦菇胺酸 还有发酵菌尸体中提取的 炎胡酸酸等 这些有基酸 加上醇、分、醇、滋类 和微量元素 和我们的健康息息相关 在评估食用菌 营养价值的时候 微量元素的种类和含量 通常是一个很重要的参考标准 茶树菇有不少对我们身体有益的矿物质 比如开、铁、铁、森等 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 除此之外 茶树菇还有一些比较特别的成分 比如疏格基演参物 和甘类化合物 还有载醇类物质等等 所以说 茶树菇不单是一种美味的食材 其实它的药用价值也挺高 真是弱舌童然的典范 中医认为 茶树菇性平、甘温 有益器虚胃、保身、利尿、治腰、酸痛、 甚湿和健脾的功效 有些朋友问 自身如何挑选茶树菇呢? 我们在挑选干茶树菇的时候 有几个技巧可以选择得好 首先我们最好选择的 粗细和大小都比较均匀 颜色 带点中色 这些品质一般都比较好 还有一个重要步骤 就是闻一闻有没有清香味 如果有梅味的就千万不要选择 使用前 我们记得要用温水 将茶树菇浸10分钟 然后再清洗 这样比较容易将菇并里面的杂质洗干净 清洗干净之后 就可以切成断泥用了 跟其他菇相比 茶树菇的菇并是特别脆嫩的 而且是整朵菇里面最香的部分 我们做菜的时候 可以搭配猪骨和猪肉一起炖这个菇并 它不单止味道鲜 而且还起到保健的作用 不过都要提醒大家 茶树菇虽然好 但不是人人都会吃的 有些人可能会对茶树菇有过敏反应 有些人在吃完之后 可能会出现一些急性的唇麻疹 或者急性的濕疹 皮肤会生一些小熊的疙瘩 而且还会特别痒 严重的时候 还可能会出现呼吸困难 这种情况就要特别致意了 一旦发现你自己是有这种反应 就说明你是对茶树菇过敏 那就不要再吃了 另外有些朋友问 值医生吃茶树菇 窩肚怎么办呢? 其实吃了茶树菇会出现窩肚的情况 有几种原因 好似过敏、功能性胃肠病 或者食物中毒 有些人对茶树菇本身过敏 一吃就容易引发一些免疫反应 胃肠道系统受到影响 用那種会出现萵菇或痒痒痒rative 哄疼或红肿这种情况 如果你食不了之后 不单是萵stellen still became mad 可能会过敏了引hib 这个时候 建议大家 立刻晴食茶树菇 必须行为医生肴指导 用药剂肤 减缓症状 如果你本身腸胃是比较敏感的 就好像这个胃肠它鱼动不规律 或者它滚裙容易失陷 食茶雪菇这一类菇类的食物可能会加重一些负担 引发一些腹肢甚至有腹脏腹痛的情况 这个时候可以专医足复用一些益生菌或者其他药物 来帮助调治这个腸道滚裙 恢复一个正常的状态 总之食茶雪菇安肚它不是小事 最好都是根据自己情况找出具体的原因 寻找医生来处理以免耽误病情 多谢大家